暑假在老师家补艺术 有一个已经考上学任的美女也报名来研读 我们画室一个男屌丝一直盯那个女的看 梁九问了一句 你是不是某某某啊 那个女的惊讶地说 是 反问男屌丝是谁 男屌丝说 我们是小学一年级同桌 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你 那美女有点脸红 只听她又接下去 你当时借我两毛钱一直没还 美女扔给她一块钱 头也不回地走了 容颜憔悴的病患对医生说 我家窗外的野狗整夜费个不休 我简直要疯了 医生听后给她开了安眠药 一星期后 病患又来了 看上去比上次更疲累和憔悴 医生见后问 安眠药无效吗 病患眉精打采地说 我每晚去追纳那些狗 可即使好不容易捉到一只 它怎么也不肯吃药 老婆 你说咱家谁是一家之主 老公 这还用问吗 当然是老婆大人您了 老婆笑笑说 那你呢 老公 我就应该比你差一点了 老婆怒道 啊 差一点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想当一家子之王 午睡中梦到心仪的女孩 然后连忙去洗手间 刚到门口遇到摄友洗头 摄友 你来得太巧了 我洗发水用完了 快把你手上的给我 你回去再重新倒 不由分说 就把我手往她头上抹了起来 老妈托媒婆给我相亲 我一看挺漂亮的 就去了 媒婆拍了拍我的肩部 笑着说 你娶了她 绝对值 我 能结婚过日子就好了 不过 为什么绝对值 媒婆道 她不但可以做你的老婆 还可以做你的保镖 因为她是学武术的 我一听脸都黑了 这样的老婆还敢要吗